今天咱们进入到了汉露者的内部 内部的第一感觉就给我一种 咱们爸妈那个年代比较喜欢的 居家的一个感觉非常简单 然后首先是它的银色 上面是黑的 然后底下这一部分是米白色 这样一个浅色的搭配的话 感觉就很居家比较舒适 整体的话就会感觉在它这个车上 找不到现在的一些车的一些 家有的一些量子的配置 非常的紧约以实用为主 首先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方向盘 方向盘采用的是四幅式的方向盘 也比较符合它的这个越野车的定位 仪表盘的话也是非常的简单 不过它有些信息可以在中间 这仪表上显示出来 它是不错的 中控屏咱们看到也是非常老式的了 然后这有空调出风口 有以前做的那个面包车的空调出风口 的感觉 还有底下这一块 都会非常厚重的 像不像家里的老式的收音机的 那些按钮按键 整体的话确实塑料感太多了 因为它的这个方向盘 是指支持上下两项调节的 这部分有两个充电接口 这部分有两个充电接口 旋钮在这位置上有两个杯架 然后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把手 我给大家听过的 然后在这个地方有两个充电接口 我给大家看